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称作图尔斯人 图尔斯人是文米小尔的魔术师部族 传说这个原始部族在战争中曾被盖尔人和凯尔特人击败并被剥夺财产 以后的传说中图尔斯族也被称为精灵族 他们隐匿而神秘的生活方式让征服者印象十分深刻 深信不疑他们是超自然的生命 爱尔兰的早期信仰认为 自从图尔斯部族被击败后 他们便逃到了地下古墓中避难 每个精灵以坟墓所在地为中心 统治属于自己的一方领土 方式和地上世界的族长统治一样 渐渐地这些古墓被视为通向地下王国的路口 那里有无尽的光辉和喜悦 这些精灵们过着一种无忧无虑脱离生死的生活 精灵起源于北欧神话 是由巨人伊米尔世界上的蛆虫转化而成的 而在基督教中 精灵还有另一种起源传说 根据冰岛的传说 有一天当夏娃在河边用水洗刷她的孩子们 神看到后过来向夏娃说话 夏娃因惧怕神而把未洗刷的孩子隐藏起来 神问夏娃是否所有孩子都在这里 夏娃回答是 因此神说 夏娃在我的面前隐藏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那些被隐藏的孩子也必须在人前被隐藏起来 不能再活在人类当中 于是那些孩子便变成了精灵 居住在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国家 其后裔便成为了暗影族 在德温岛 人们认为精灵是未受洗礼的孩子们的灵魂 而在其他地方 有人认为精灵是堕落了的天使 或是当一些异教徒去世之后 其善行不足以让他升上天堂 但其罪孽也未满盈 而无法在地狱找到安身之所 于是便定居在两者之间 成为了精灵 不过 以上大部分说法都是在基督教传到西方之后才出现的 然而有关精灵的种种传说 早在基督教西传之前便已经开始流传 因此精灵起源的最早传说已经是不可考证的了 在精灵传说出现的早期 爱尔兰小说家在其作品中表明 关于精灵部族并不是对神话人物的异想天开 而是真实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一个群体 尽管对于精灵部族的记录零散 但很明确他们就像古老的凯尔特神话传说中提到的那样 相传至今并且被证实了的传说 在后来的精灵传说中 这些精灵被描述为身材极其矮小的人类 男性只有四英尺 而女性则更加矮小 他们通常穿着绿色衣服 男性有时戴着圆锥形的小红帽 他们一般会住在青山绿水之间的土堆中 当他们的房子被人踩到时 他们甚至会现身出来探头张望 而且会表现出人类的感恩戴德或者是以牙还牙 这些精灵喜好表现奢侈 穿着往往华丽庸俗 一般认为精灵使用实践 平手一过活 在铁匠和纺织方面尤其出色 他们善用锤子和铁针 但让人不解的是 他们虽有极佳的纺织技术 却不得不靠偷窃羊毛和借用织布机来工作 事实上这些精灵常常会小偷小摸 具有一些微小的利己品质 素莱被认为有利的证据 是在土著人的主要生存地 爱尔兰 威尔市及苏格兰高地等群岛的某些特殊地带 当地人普遍相信神话故事中的邪恶之徒 认为他们会伤害牲畜 让孩童沾染疾病等 所以他们会以神话人物来消灾解难 这些神话人物会储存些很小的子弹 雷石等 不过现在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直接关系 因为作为纯种民族的当地土著人 基本已绝技 拉普兰人曾相信 在深山中住着一种被他们称作甚莫为的精灵 这种精灵生活和他们十分相似 不同的是 这些精灵已经达到了更完美的程度 生活更加幸福 他们华丽奢侈 精通魔法 相比之下 拉普兰人认为自己穷困潦倒 命运卑微 需要他们的指引和帮助 一些拉普兰人有着和这些精灵接触的精灵 他们受到精灵的盛行款待 和他们饮酒歌舞作乐 有些人甚至和精灵相聚几周之久 真实地见到了传说中的人物 并接受了他们的劝告和训献 当拉普兰人长到成年时 他便会迫不及待地希望进入那些山林 以便得到精灵的保护和帮助 他们用原始的石头木头标记了精灵可能居住的地方 使之成为圣地 逢年过节或灾难降临时 他们就会举行仪式 身着圣装贡献祭品 崇拜或祈求精灵庇佑 这些标记或圣地随处可见 也有人认为这些圣物为的精灵并非神圣 只是拉普兰人经过美化后的祖先 精灵的传说资料大多来自民间传说 这些传说几乎都是通过口头言语流传下来的 时间一长 被有着不同叙述习惯 不同记忆能力的人 根据自己的想象添加了许多东西在里面 根据这些可能和原来面目全非的传说 自然很难归纳出真正的事实 那么传说中的精灵先进又存不存在呢 传说中的精灵先进远得像在地平线的另一端 但有的却近得就像在我们的脚底下 尽管精灵们会不断迁徙 但有一些时期 人们认为精灵先进在地理上是有实际位置的 例如威尔斯人认为 先进起初是在他们的山地以北 之后转移到神秘充满迷雾的彭布罗克郡西半岛 最后又迁到爱尔兰海峡附近的岛屿 水手们曾经数次目睹过精灵先进 甚至踏足于其上 但先进后来总是离奇地突然消失 虽然如此 先进中的精灵偶尔会被发现 乔装成为顾客的模样 出现在拉恩和米尔福德港的市集中 爱尔兰人称那些幻影似的岛为 Hai Breezo 英国人则认为马恩岛就是精灵先进 而那也却是一个充满着精灵传说和文献的小岛 传说的阿瓦龙也可能是一个精灵岛屿 被十七世纪诗人约翰利德·盖特 形容为精灵加冕之王的亚瑟王 在受了致命重伤之后 就被带到阿瓦龙 由四位精灵之后守护着 相传亚瑟王现在人与其坐下的圆桌武士 沉睡在精灵山谷中 直至在有需要其力量的时候 便会苏醒过来再度同管英伦列岛 如果你问精灵究竟存不存在 那么一位非常著名的英国学者 曾说他完全相信他们的存在 他们是身材比凯尔特人更加矮小的一个种族 他们遍布英国 所有的学者都是从人种学和考古学的角度 来研究这些传说中的精灵 有些学者将他们和菲亚利安的人种联系起来 这个种族也是身材十分矮小 懂得纺织工艺和制造工具 而他们也相信 似乎会在坟墓中过着同样快乐的生活 还有些学者 比如说坎贝尔 通过精灵和古代诸卢族的联系 比方说身材上 地理分布上 手工艺水平上 最后得出结论是 有更多的理由相信 这些精灵是真实的人类 而并非纯粹的凭空想象 它们的存在也非常真实和具体 而并非人们所说的忽隐忽现 难以触及的精灵 从实证科学的出发点 这些学者得出一张的结论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但他们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料的不充分 在这种不充分的前提下 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得出的科学结论 只能说服现代科学的头脑 却未必能找到真正的正确答案 也有多数学者认为 精灵只是代表了对上代或是古代人种的编造美化 但是它们苦于两方面都找不到充分的证据 既没有证据表明精灵纯属杜撰 亦不能说服这些精灵确实存在 但是通过考古和与其他事件的比较 它们还是倾向于认为精灵只是人与自然的对抗中 凭空产生的 其实那些流传已久的神话故事中 所描述的也许是真实的 但是由于流传人根据这些故事 自己凭空创造出了不少 所以就会觉得真假难辨 以现代人的科技思维就会去强迫证明 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宇宙空间复杂无比 也许在这个空间或另外的空间中 可能存在比人类略高一个层次的生命 如果他们有着神不可测的本领 那也许就是我们所谓的神话吧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 留下你对精灵的看法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